第六轮高端疫苗预约在中午截止了 指挥中心也宣布总共是59.9万人预约 更多内容一轮带我们了解 第六轮的疫苗预约就要开打了 时间点在8月23号 不过这次会特别提到 就是因为23号开始打的疫苗 就是我们的国产疫苗高端 那高端其实在今天中午12点 就已经登记截止了 之前指挥中心说已经被托61.4万剂 那到底现在有多少人登记呢 稍早指挥中心也公布了答案 就是59.9万人已经进行了预约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在指挥中心 准备的剂量范围内 所以也可以预估说 这59.9万人应该在23号之后 通通都可以施打 那当然国产疫苗高端开打 就是我们国产的疫苗 所以大家也都非常关注 从参与文之前也力挺国产疫苗高端 所以他已经早早就预约登记了 23号这天也会来开打 那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开打 什么时候 大家也都非常好奇 随着高端疫苗增开 20岁以上民众可以预约 指挥中心呢 也下修了12到17岁的学生族群 可以来打疫苗 连带也促使了 残险业者呢 下修了疫苗险的投保年龄 再请一轮来说明 随着疫情趋缓 大家现在比较没有在买防疫险 而是更多买疫苗险 为什么呢 因为最怕就是 Delta的病毒会袭击 所以纷纷在打疫苗 但疫苗有副作用 所以就很担心会有一些 身故的状况 因此现在 产险业者也看准这块大饼 现在正在拟定要下修年龄 包含可以看到 COVID-19的疫苗施打 因为年龄逐步下修 包含12到17岁的学生族群 最快开学后也可以来打疫苗 不过要看BNT什么时候来到台湾 所以现在就已经在说 要年龄限制放宽 就要抢学生族的疫苗险商机 你可以看到 核泰产已经整个大放宽 从零到85岁 兆丰产南山产也下修到12岁 经管会也截至到8月9号发现 整体的防疫保单 总共是1142万件 所以平均每两个人 其实就有一个人是有投跑的 而且疫苗显得销售 也来到了271万件 相较于8月2号 每一周是增加了28万件 就算打完两期疫苗 全台还是有9例 有突破性感染 美英等国也有相关案例 对于突破性感染的三大一轮 我们要继续再交给一轮 好 少早指挥中心也说了 8月13到8月19号 境外移入个案里头 有12例居然通通 基因定序都是Delta的变种病毒 就代表变种病毒 真的相当的猖狂 甚至有包含三位 都是突破性感染 什么叫突破性感染呢 也就是他们已经打完两剂 甚至也超过了14天 仍然得到了新冠肺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湾有类似情形 截至8月2号以前 打完两剂超过14天 也有9人又感染到了新冠肺炎 美国 以色列 英国 通通都有这样的状况 这到底为什么呢 其实不少专家认为 这真的是一个全球的防疫危机 代表疫苗的系统有缺陷 没有办法激发人体的抗体 所以都还具有传播力 尤其长者的几率非常高 再来这到底常不常见呢 如果以美国 截至7月以来的25周资料 就发现每10万人 就有4个人是有突破性感染的 那死亡率每10个人 也有一个人有类似情形 那他的症状其实都蛮轻微的 像是嗅血丧失跟咳嗽等等 那我们的专家小组的 召集人张尚淳也曾经说过 美国CDC调查 台湾疫苗仍然受到Delta 变种病毒感染的 他的CT值其实都相当低 就等于说是传播力比较强 这通通都会造成疫情的回温 那另外一位专家 他是长庚大学 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的主任 施信如 他则认为真正的危险 不在感染者本身 在于他认为他自己打完了两剂 应该都没问题了 但是他其实身上有病毒 所以容易在没有自觉之下 造成社区的破口